在这次的新内阁是打破了多元种族的繁离 聘请了有色人种担任外交大臣 她的母亲来自狮子山共和国 外界分析她会接替特拉斯 成为对中国跟对于俄罗斯的强硬派 当然还有非洲裔的财政大臣 还有内阁大臣 也通通是来自于不同族裔的多元种族的新内阁